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聊台湾想玩两国论的这个问题啊 今天会跟大家讲一讲啊 台湾如果继续玩两国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呀 对于一般的台湾人来说的话 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 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期话题啊 主要的是因为我的一个前辈啊 然后的话在微信上面给我发来了一些图 然后这些图呢是无二开西啊 跟这个曹兴成啊之间的一些联系啊 曹兴成展示了一下自己啊 在也不知道是在美国反正还是在哪 然后打枪啊打枪不是打手枪啊 打枪的一些照片 然后的话很棒棒很硬硬啊 说我要保家为国要先锻炼身体啊 然后的话也都知道啊 咱们的这个大号民运啊 这个无二开西啊很兴奋 然后我要转载表现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会把这些照片展示给大家来看啊 然后总而言之啊 这个前辈希望我能够说一说这些事情 我今天就拿这个事情也跟大家来聊聊 顺便啊 跟大家讲一下台湾的这个两国论 对于台湾的顶层人 对于台湾的一般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大家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啊 这到底啊台湾玩两国论 玩意识形态 玩敌我意识啊 对于咱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于台湾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讲清楚啊 先讲一讲这个曹兴成啊 曹兴成连电的老板最近很跳 对不对 最近我一直都在跟他来聊他 什么两国论保卫什么中华民国呀 对不对 两国论 然后的话我们要有意识 要有敌我意识 中国大陆就是敌人 我们要那个什么 要全民皆兵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玩什么认知战 对不对 要知道大陆是敌人 跟他拼了对不对 我们要保家卫国 大陆永远都要消灭我们 对不对 玩这些 他想要干嘛 之前跟大家讲的很清楚嘛 两国论嘛 然后两国论能带来什么 对不对 想要战争嘛 战争 还有妥协 还有意识形态 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 两国论起码还有一点弹性 但是对于曹兴成这些啊 能够代表台湾顶层的这些大老板们 然后的话 他们玩这一套 玩什么敌我意识 到底想要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特别的简单 你就从啊 曹兴成他这个表现来看 你就能知道他在干嘛 他在表演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在演戏啊 为什么这样去说 他打枪 为什么是演戏呢 说实话啊 老头子啊 现在也 也那么大年纪了啊 你有的玩 你玩孙子去啊 你玩什么 这个枪啊 对不对 尤其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好召台年台湾的年轻人都跟你一样去玩枪啊 去当兵去玩枪的话 其实有点没什么多大的一个作用啊 曹兴成自己本身啊 也是一个算是联电的老板 也算是科技行业 对不对 科技行业 你现在玩枪 2022年了 好吗 你现在应该展示一下 不要玩枪 你展示一下 玩无人机 可不可以 对不对 哎呀 台湾没有什么无人机 对不对 台湾没有什么无人机 台湾卖的最好的无人机 还是大江 对不对 总言之啊 勉强学一学 学一学大江啊 大江也是无人机 啊 总言之 你学点这个 对不对 玩什么枪 对不对 什么年代了 还玩枪 玩枪 你想要干嘛呀 对不对 想要拿被无人机 当靶子玩 是不是啊 对不对 你看一看亚美尼亚 阿塞白江那场战争 其实最清楚的 坦克是什么 坦克那是活棺材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战壕是什么 战壕 那就也一样 活棺材呀 你敢往里进 无人机就敢炸 只要无人机敢炸 那些士兵 他就敢死 对不对 总言之 你曹兴成 你不懂这些吗 科技行业的 连电的老板 然后跟你说 现在要玩枪了 他在干嘛 就是在表演 其实啊 这也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啊 就之前跟大家讲 就是他们玩两国论啊 台湾的这些顶层人 然后的话 到底想要做什么 其实他想要对台湾的一般人 来做影响啊 然后的话 讲今天的话题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了 前一段时间 有台湾的网友 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啊 然后做讨论 然后呢 有啊 有那种天天啊 打着字啊 老五你错了 老五你不好 这样的网友 然后的话 也有一些啊 支持我的 就是说认同我的观点的啊 一些台湾的网友 他们两个在辩论 我看到了 但是我没参与啊 但是这个辩论的内容呢 确实啊 我也看在眼里了 我也记住了 觉得有点道理 对不对 他们在说什么呢 他们说啊 尤其是反对我的那个啊 台湾的那个 磕磕埃埃的那个账号呢 他说啊 你老五老说 台湾的顶层人顶层人 那那大陆没有顶层人吗 对不对 大陆也有啊 然后的话 那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 哪都有顶层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哎呀 这个确实啊 是如此 全社会啊 全世界啊 哪哪哪哪 都有顶层人 哪哪哪 他都有底层人 但是不一样啊 我之前讲过一个问题 你看一看疫情 好不好 你看一看疫情 疫情的处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台湾啊 那么死人 然后他有一个政治人物 道歉了吗 有一个政治人物下台了吗 对不对 你看看大陆 因为疫情还没怎么着呢 扒了扒下来多少官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咱们看 对不对 谁更在乎一般人 对于一般人来说 自己要学会做选择 谁好一点 谁坏一点 谁坏一点 然后如果你连这种选择 你都做不好的话 只能说你脑子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今天为什么要借着曹兴成这个事情 来告诉大家来讲什么台湾顶层人的事情 其实就也很明显了 为什么我说曹兴成代表了台湾的顶层人一部分人的想法呀 对不对 你就从台湾的这些算是政治的一些政策上来看 你就能看得出来 那个什么维持现状 为什么要维持现状啊 为什么国民党喊维持现状 为什么民进党也喊维持现状啊 想明白这个问题了没有啊 两个党你以为他是你死我活的 很多的大陆的网友都已经入戏了 哎呀 蓝营如何如何 绿营如何如何 你以为他们都是啊 敌人啊 要拼个你死我活 对不对 要拼个血头乎脸的 是这样吗 结果人家背后维护的全都是一套的 维护的全都是一个阶层的人啊 全都是台湾顶层人 你以为啊 他们都是啊 敌人要你死我活了 哎呀 郭敏党好可怜 啊 蓝营好可怜 绿营好画坏 大陆网友不要入戏啊 你要好好看清楚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从维持现状这个事情都看得出来呀 台湾这个社会如果不维持现状的话 他应该往哪条路走啊 对不对 要么是捅 要么是毒 对于台湾来说没有别的选择 那如果选毒怎么办 对不对 选毒 面对面对这会儿打仗 台湾这个岛就毁了 台湾的顶层人可以拿着钱去美国 没问题 但是的话 自己的固定资产怎么办 对不对 自己的工厂 自己的企业 对不对 自己的地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楼 怎么办 全毁了 只要打仗 那些东西全没 对不对 台湾的顶层人愿意出现这种结果吗 当然不愿意呀 对不对 然后是个人都想多赚钱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台湾的顶层人同样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你让他毒 他绝对不会选毒的 所以说台湾的顶层人用自己的钱 可以影响选举 影响政治人物 也可以控制媒体 只要他有这个钱 他就可以让台湾的绿营 转变方向啊 不要喊台独了 不要喊台独了 喊维持现状啊 绿营也跟着一起来喊维持现状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 三种三种选择 统独维持现状 为什么不选同 台湾的顶层人在台湾有利益啊 对不对 可以当人上人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 那个立法会 议会 然后的话 那个委总统 对不对 然后他都可以控制啊 只要能够控制这些人 他可以控制立法 可以做一些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一些行业 也可以有利于自己这个阶层的这个法 他都可以立得出来呀 对不对呀 而且他还能控制媒体 他控制了媒体就可以控制一般人的想法 总而言之吧 他就用这种手段就可以永远的当人上人了 如果统一了台湾这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 然后他们怎么办 对不对 他们去死好了 对不对呀 我就永远不是人上人了 对不对 钱可以再赚 地位是很难赚得来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说对于你看台湾的政坛 蓝绿都在喊维持现状 你就知道 他们背后是同一批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台湾顶层人的一个意义啊 像今天 像现在 这个曹星成现在跳起来了 台湾的顶层人 现在高喊什么呢 高喊两国论 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 尤其是曹星成这种表现 我刚才说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对比了 顶层人啊 到底是谁好谁坏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陆这边的顶峰 比如说啊 共产党啊 共产党这个执政 对不对 但是的话发生疫情了 为什么纷纷的下台呀 对不对 然后只要一个地方啊 出现了疫情 多少当官的被扒下来呀 对不对 这些啊 算是啊中国中国大陆啊 这个社会里边的执政的阶层都出都出现如此之多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疫情的处理的不好啊 可是呢台湾呢 跟大家讲要对比好坏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讲到曹星成 台湾的顶层人 他遇到问题是如何来做的 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为什么曹星成他们现在有这种想法 其实跟俄乌这场战争是直接相关的 对不对 然后他看到机会了 你看看曹星成他们这些人看到机会了 对不对 看到什么样的机会 你看一看呀 乌克兰顶住了俄罗斯 对不对 乌克兰好棒棒 对不对 乌克兰好厉害 顶住了俄罗斯 美国爸爸在后边给着支持 对不对 不管是情报系统啊 对不对 不管是一些武器啊 美国爸爸都给这个乌克兰支持 而且乌克兰还做到什么呢 全民皆兵 对不对 你看一看泽连斯基战争刚开始就发枪 发给每一个老百姓枪 对不对 你看看乌克兰好棒 这些台湾的顶层人 这个时候看到机会了 是战争保卫啊 那个台湾岛的机会吗 并不是 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俄罗斯乌克兰进行妥协 然后乌克兰可以借着这个问题来要挟俄罗斯啊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评评评价的啊 泽连斯基发枪这个事情 明摆着就是把乌克兰人当肉盾 就是这么玩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玩 因为枪没用 你在战场上别说面对无人机 你面对坦克一般的老百姓 你怎么打 对不对 可是俄国人小心啊 对不对 俄国人为了不能被美国人坐实了好坏坏的那个形象 他就不对平民开枪 而且打起仗来 要开设绿色通道 把平民放走 这是俄国人的一个表现呢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这些台湾的顶层人看到了 嗯 俄国人在战争里面要小心 解放军在战争里面同样也得小心啊 对不对 这是民心呢 尤其2022年 现在互联网的时代 互联网战争的发生 你战场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就有视频就回去了 如果打仗的话 你解放军就得小心 对不对 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些顶层人希望发生战争吧 不希望 不希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他认为俄乌这场战争对于共产党有影响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看一看啊 乌克兰有被支持 然后的话 能够撑住俄罗斯 这是影响一 影响二呢 俄罗斯 因为美国人掌论了舆论的话语圈嘛 然后的话 俄罗斯打起仗来小心翼翼 对不对 然后对于战场的推进 也有一些不利的一些表现 然后台湾的顶侧人曹星成看到了这一点 对不对 你老公你要打过来 你就得小心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所以说赶紧啊 全民皆兵宣传起来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打路是敌人 敌我意识形态 这个东西要立起来 对不对 然后做这个是为了要打仗吗 当然不是 乌克兰那种形象 乌克兰那种状态 你以为台湾的这些曹星成 然后的话 他不担心这些事情吗 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果台独 然后直接就打仗了 这些固定资产全美 你以为他们愿意吗 不愿意的 完完全全不愿意的 但是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拿台湾人当肉票啊 你得知道这一点 你以为曹星成举着枪开两枪 他就会上战场吗 对不对啊 这些有钱人才不会上战场的 好不好啊 你要你要真想上战场 不如学无人机 对不对 你学什么开枪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台湾人在他们手里面就成为了肉票 我把台湾人用敌我意识形态武装起来 而且台湾一定要全民皆兵 台湾现在岛内拼命的在宣传呢 增加服役期限 增加服役期限 对不对 然后他一直在讨论这个 就是想给大陆啊 你不要想统一 你不要想统一 对不对 你要想统一的话 你要打过来的话 你看一看 你看看 你看我们这二全民皆兵了 对不对 敌我意识已经立起来了 你要付出代价 要做这个事情 可是台湾这个岛会永远是这种状态吗 不会的 曹兴成他们这些人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 其实俄乌这场战争 我跟大家讲了也很久了 大家能够看到俄乌这场战争里面 美国人的形象是如何 非常简单 美国的国家实力在往下去掉啊 曹兴成他们这些人看不到吗 看得到 但是他们不在意 为什么 我慢慢跟大家来解释啊 美国在这场战争里面损失了盟友 损失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然后的话也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 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了 现在连盟友都快跟美国人翻脸了 然后的话 美国还展示了一种什么呢 就明白着我是为了我自己利益去的嘛 大家想一想 俄国人真的是美国人的敌人吗 如果说俄国人真是敌人的话 那美国要消灭俄国人 那自己上就可以了 对不对 自己派兵上去打仗就可以了 为什么美国人不去 因为美国人没有把俄国人当你死我活的敌人 他要的只是从中赚取利益啊 台湾也是如此啊 台湾也是如此 曹兴成他们不明白吗 但是他不在乎 他要的是什么 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他不要战争 他也知道美国人不可靠 他也知道美国人在中美博弈的这个格局下面 美国国家实力外还去掉 中国就会亡起生 中国亡起生了 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是战争吗 是战争吗 梧桐 是吗 他不想要发生梧桐的 发生了梧桐固定资产全美 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想要的是拿台湾人当肉票吗 同样也不是 表面上是肉票 背后是筹码 大家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台湾人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们就是筹码 你们就是那个 然后能够上谈判桌啊 能够拿出来的那张牌 台湾的顶层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后跟大陆谈判的那张牌啊 台湾人自己能想明白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打仗 你以为顶层人会打 对不对 如果顶层人会打 为什么不喊台独啊 对不对 喊什么两国论啊 台独打仗就完事了 如果真能跟大陆啊 能干得赢 直接喊台独就可以了 喊什么两国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是能够 美国人是能够依靠的吗 美国人也不为乌克兰人打仗啊 对 不能依靠 而且美国在这场战争里面损失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之后 然后的话 那美国那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中国大陆拼命往上去升 那为什么不给个好脸啊 还要玩意识形态对抗呢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中国起来了 然后的话 他必须要面对选择了 可是呢 只能是妥协的选择 妥协的选择 然后他就要跟大陆进行博弈啊 对不对 然后台湾人啊 这是一张牌 你啊 大陆啊 你要想统一 可以啊 你给我们利益 对不对 你给我们利益 给我们利益 给谁利益啊 在台湾能够说得上话的这些人利益 知道了吗 在台湾能说得上话啊 记住啊 记住啊 然后我们能够控制政治人物 能够控制媒体啊 能够控制媒体 看清楚了啊 你要给这些人利益 你给台湾人一般人利益 我就用媒体骂你一个星期啊 你给的利益全作废了 知道了吧 谁重要 谁重要 台湾人自己好好想想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工具啊 谁把你们当人 对不对啊 谁把一般的台湾人当人 谁把一般人当人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统一对于一般人 没有什么多大影响 你爱干嘛干嘛去 对不对 香港现在还能选举呢 统一对一般人 没有什么多大影响 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 但是有影响一方面 大陆的市场足够大 大陆的经济在往上走 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中国还在往上走 不管怎么说 就业机会多吧 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 就业机会见世面的机会多吧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提的 台湾的大学生毕业 一个月里 二十多k新台币 对不对 几千块钱人民币 然后的话 还不是大几千 中千 中千人民币 那么真的是可笑啊 就为了这点钱 台北啊 大家一定得知道 台北的大学毕业生 同样也是这价钱 好不好 可是你要来大陆 一线城市的话 你别说超一线城市 别说北上广深 咱们就说一线城市啊 或者说叫二线城市 公司给的都不是这么点 只要你选对了行业啊 其实这个问题 对于台湾一般人来说的话 能够看得清楚的 可是谁不让你们看这些 谁不让一般的台湾人了解这些 对不对 把眼一蒙 然后的话 你是台湾的 中国大陆是敌人 对不对 你要保家卫国 对不对 你要拿起枪上战场 你要仇视对方 谁是那个工具啊 谁是那个被洗脑的 谁是那个被玩的呀 对不对呀 其实曹行成这么跳起来 挺好的 你知道吗 大家一定要鼓励 尤其是像吴二开西 这种啊 老徐 老民运 老学运 然后的话 跟这些曹行成混在一起 挺好的 你知道吗 蠢 你就继续怎么表达 你知道吗 你越跳 别人看得越清楚 台湾的顶层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台湾的顶层人 你能为一般人做点事情吗 对不对 台湾这个社会 已经多少年没有发展了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科技行业 拼命的拼命的赚钱呀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科技行业 发展那么好 台湾的一般人 没有任何利益的呀 大学毕业生 还永远的20来K 对不对 永远当什么呢 当叫那个什么 叫廉价劳动力 是吧 对不对 你永远当你的廉价劳动力 然后到为他们提供服务 让他们永远当人上升 你的上升通道在哪里 其实啊 大陆跟台湾有好多的地方 可以对可以对比 台湾的这些老板们 为什么年纪都如此大了 然后呢 而且就算是年纪如此大 还得掌权 都在一定的出现在媒体面前 在在他自己的公司里面 一定还得说上的话 你对不对 台湾为什么那么多年纪大的老板 大陆为什么啊 没有那么多年纪大的老板呢 自己好好想一想 而且大陆这边很多的老板该退 他是退的 为什么台湾的老板永远不退 对不对 那是啊 做大事业的人 对不对 永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啊 自己如果不维护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孩子们怎么办 对不对 你看一看台湾多少家庭式企业呀 然后父传子 子传孙 这么一直传下去 传多少代都有 政治圈有 商业圈同样也有 这就是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顶层人 会让着台湾的一般人一叮一点吗 台湾的一般人 你自己好好想想 自己选 有些问题都是自己选 不用别人来告诉你 自己选 自己长眼 自己看 长脑子是 是做什么用的呀 总而言之吧 你从曹星成这个事情上面 能够看到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可以玩仇恨 玩意识形态对立 玩敌我意识 玩两国论 哪怕跟你玩到战争的边缘 他知道不会打仗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他知道不会打仗 但是他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拼命的玩 拼命的玩 玩玩人 玩台湾的一般人 洗他 也不能叫洗台湾的脑吧 影响台湾人的脑 然后的话 获取自己足够多的谈判的一个筹码呀 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工具人呐 对不对 什么叫韭菜呀 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好吧 今天这期又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师看啊 再见